朋友们好 我是老宋 欢迎朋友们来看老宋 砍大山 现在对房价的走势 大家观点可能不一致 各有各的观点 有的人认为房价还会上涨 有的人认为房价肯定会大跌 尤其对一些大城市 大家观点不一致 但是对那些四县 甚至五县来的城市来说 我相信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 房子不会太好 都不看好它 都会下跌 为什么呢 人口流失大 老粮人口多 房子空置率多 是不是呢 所以这样啊 闭言下跌 而且会大跌 老宋也是这么认为的 其实啊 尤其是像老宋所在的城市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说有人说了 你是不爱自己家乡吗 真不是 看看一平老宋所在的城市 五县城市 而且还是五县城市的 最末尾都快跌底了 最可气的啊 我一看那个什么报道数据 什么老龄化社会 人口 我们这个城市 全国倒数千三名 这种情况 你说像一个这样的城市 它的房价不下跌 谁下跌 那肯定很明显的下跌 是不是 我认为这个房价肯定是跌的挺厉害啊 是不是 大家一听到我说 是不是也这么认为的 那么这几天呢 我去看了看房子 为什么呢 那一阵 我说过一个视频 大家也知道啊 有人给老宋建议 我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啊 如果房价合适 咱改善一下啊 没想到我看了之后 让我大跌眼睛啊 为什么 眼睛掉下来了 大跌眼睛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长市房子 没说大跌了 根本就没有跌 而且还有适当的反弹 适当的上涨 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啊 没有人口 没有消费 没有经济 这样一个城市 房价就是不下跌 这些就是死扛 啊 厉害吧 你说死扛不降的原因在哪里呢 老宋分析了一下 朋友们听听 对不对 尤其是身在四五线城市的朋友们 看一看老宋这个说法 是不是这个道理 第一个咱们先算说二手房 二手房是一个交力的主力军啊 老宋了解了十几个相对不错的二手房楼盘 都是七八年 十年左右了 这样的楼盘 这样的房领 按理说是不是价格都应该下降 但是没有 都有一定的上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种城市 基本上没有那种外来的草房客 基本上没有这种 所谓的投资 也就是本地人 我条件好一点 买了两套 买了三套 也就如此了 这些人对房子出手 很少有急需的 特殊如果遇到什么事情了 我急需换钱 我才去出手这个房子 特别急需 这种事情很少 大部分人卖房 都有一个心理原则 什么原则 就是我不能赔钱 我不挣钱就了不得了 我不说厂商房产丛利了 我那什么了 我不挣钱 但是我不能赔钱呢 是不是 我不赚钱还不行啊 那么这些人不赔钱 是怎么想的呢 我当时买这个房多少钱 我贷款了 贷款多少 房贷加了多少钱 我装修多少钱 我把这个价格 合不合不合一起 我卖一个这个书 我合一起 我比较六十万 我买房四十万 我装修花四五万 我贷款还了五万 六十万 那我卖 我就卖六十二万 说六十万我也卖 但是低于六十万 我不能卖 赔我不能卖 我最多就是不赚钱 对不对 我慢慢卖 我不着急 就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的要价 都是在这个水平线上 我不赔钱 那么你说这种情况 大家都是 我宁可卖的慢 我也不掉价 那么这个时候 总归有卖出去的 你说一个小区 你挂了十套 可能这十套 一年都总会卖出一套吧 只要有人卖出去 一套 整个小区就黄昏了 为什么 看到没 还是有价呀 还是有人买呀 那我着什么急 他都这个价卖了 我凭什么便宜卖呀 不卖 等着就这样 所以大家都等着 都不卖 房价就是私扛 就是不掉 看看 是不是这样 这是二手房 那么咱再说新房 说那你说新房 为什么不掉价呢 新房掉价 二手房不就掉价了吗 你如果在四五线城市 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因为最近很少有新房再建了 很少有房地产开发公司 在四五线城市建新房了 因为房地产市场不好 但打个比方说 就我所在的城市 近四五年 我就说全市都算上 好几个区都算上啊 加一起没有这么四五个新楼盘 而且都不是太大啊 那么你想想 就这么点新楼盘 能有多少房子 而且价格 连你二手房价格都不强 新房人凭什么强呢 我不得凭你们二手房好啊 那我肯定得卖的贵点啊 对不对 新楼盘价格更有底气了 你们二手房都喊这么高价 我喊高价 为什么他喊高价 因为什么 因为新房太少 毕竟有刚需的人存在 有一些人 小年轻我要结婚了 我要结婚 我就想买个新房 我就不想买二手房 但是新房楼盘就这么两个 那你们贵点 你也得买呀 是不是呢 所以这些新楼盘 我有底气 就像我昨天看一个是的 这我家附近的一个楼盘 哎呀 号称最高档的楼盘 咱们城市 哎呦我天呐 我去了一看 真的面积是挺大 咱不说质量好不好 就那个小区 那个那么大一点 楼房那个间距 那个绿化 哎呀 怎么称为高档小区的 我都纳闷了 真有底气 喊这么一个价格呀 哎呦我真挺佩服 真挺厉害 咱说实话 还说经济不好 房价下跌 真敢喊价呀 你说他这一高价 那他还有人买 为什么 还是我刚才说的 那亲结婚的 他刚需的 他找不到 这附近 这个他家地点还是不错的 相对来说地段还是可以的 这个地段已经好几年 六七年都没有新楼盘出现了 那么想在这个地段 买房子的核算 看到一个新楼盘 贵点一眼认了 他认为这个地段 就这个钱呢 因为你想买新楼盘 没有啊 五六天都没有了 你说这些人急得一喝一喝 他终归会有一些条件不错的 想买新楼盘的 你说什么 就算是这样 这个楼盘卖一年了 也没卖出去50% 你可以算一算 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那么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一个带动 什么带动呢 就是老宋刚才说的 这个新楼盘 就我比如说这旁边的新楼盘 他卖这么贵 他会带动什么 带动他旁边的二手房啊 这帮二手楼盘一看 呦 卖这么贵 还有呢 那我这个房子也得值钱呢 虽然咱不如他 对不 但我装修了 但是我 我是不是比他便宜点 是不是 我们平平平平 便宜两千还不行啊 那我也得涨价呀 这些二手楼盘就涨起来 这些二手楼盘一涨起来 比如说 呦 谁说四五线城市房价下跌 这四五线城市房价 怎么还在上涨呢 是不是咱们也可以出手买房子了 你看一看 现在这种情况 哎呀 所以说四五线这种城市 要人没人 要钱没钱 要经济没经济 哎 房价不跌 房价还是扛 无论是开发商也好 还是那些想卖房的二手房主 这个卖房的那些房主也好 咬着牙在扛 为什么 他们总认为 这个房子没问题 我这个房子 是不是人家都敢这么卖 我是 他们总以为能迎来春天 总以为房市会好 会回暖 是吧 东人员一个商品 一个市场 一定一回暖不就好了吗 但是我们得知道 任何一个市场 任何一个商品 他要想回暖 他得有条件 比如说北上广深 因为房子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为什么 人有人 人有刚需 但是 我们这种地方 人口流失这么大 每年都除去那么多人 新生儿口又不够 经济快全国垫底了 五线一个小城市 老龄化人口最多的一个城市 你告诉我这种城市 真的能迎来春天吗 房地市场还能挺得住吗 所有的朋友们 所有硬扛的朋友们 我都在想 你们真的有这种信心吗 死扛不降 好吧 咱们看看 我们这种四五线城市 到底能扛多久 朋友们 咱们也尽管其别 好不好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 看老树 看大山 向朋友们喜欢老树 关注老树 咱们下回见 拜拜 拜拜